爆炸会产生冲击波 但其实开炮也同样会产生冲击波 它的威力有多大呢 能够团灭一整艘战舰 1944年二战已经到了后期 但此时的太平洋上 美国和日本还在雪战到底 10月20日 美军开始了他们进攻菲律宾的计划 因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 莱特湾海战便爆发了 日军其实对此早有准备 它迅速将巨型战略舰5张号 编入了其主力舰队 试图突入美军的阵地 5张号是日本大河级战略舰的2号舰 其满载排水量超过了7万吨 为当时战舰之最 而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 就是其配置的三座三连装 共9门口径达到了460毫米的巨炮了 相比之下 美国的一阿华级战略舰 主炮的口径只有406毫米 比人家足足少了50多毫米 但是就是这9门无敌主炮 马上就要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了 10月24日 在奔袭中的日军舰队 突然就遭遇到了 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猛烈进攻 这集中巨大的5张号 更是成为了重视之地 被美军重点照顾了 不过众手周知 此时的5张号上 但凡是能够找一点空隙的地方 都被塞满了防空炮塌 所以密集的炮火 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日本还有一样奇葩的武器 那就是它那9门460毫米巨炮 不仅可以对舰还可以拿来对空 它们可以发射一种叫做三式弹的特殊炮弹 在把发射要填满之后 这种重达一吨多的炮弹 可以被发射到1万米的高空 爆炸之后产生的1200枚燃烧弹 能够覆盖周围120到150米的范围 不仅可以打乱敌机的编队 还因为其十分可怕的炸开场面 在视觉上也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 于是在遭遇到美国军机的突袭之后 5张号就在他们还离自己有20公里的时候 便首先用竹炮轰了一轮烟花上去 接着在全员高速炮就位 与逼近的美军机群进行肉搏 这样它就勉强成功了第一波空袭 虽然已经被树莓炸弹命中 甚至还中了鱼雷 但是高炮依然还是可以继续的吐吐吐 接着美军的第二波空袭来临了 日军指挥官准备继续沿用之前的战术 也就是先开460毫米主炮 用30弹打出弹幕 进一步震慑美军飞行员 然后再用高速炮来支出近防网 但是在拉翔主炮开炮前的警报时 很多高速炮炮尾的射击其实是还没有停下来的 所以巨大的轰鸣声直接就把警报声给吃掉了 打了鸡血的高速炮时候 此时还在继续的对着天上吐吐吐 然后竹炮就开火了 炮声过后一片安静 刚刚还在往外喷火的高速炮 齐刷刷的闭嘴了 炮塔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了 诶 他们去哪了 原来啊 他们是被竹炮开炮时产生的炮口风暴 烧到海里面去了 不光人没了 就连高速炮上的光学瞄准距呢 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破坏 无障号上的防空力量瞬间腰斩很快 便在美军的集群攻击下沉没了 所以什么是炮口风暴 为什么武装号在第一次开炮的时候 没有受到炮口风暴的影响 第二次却几乎被灭了门呢 炮口风暴又究竟会对战舰造成多大的破坏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在这儿呢 先暂停拉个关注 如果你喜欢我讲的内容 就千万不要吝啬把你的站点亮哦 长按大拇指呢 还会升级成强烈推荐 战斗力翻倍 鼓励之飙升 相当于就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 可以让我更卖力的给大家讲好玩的内容了 好了 回到炮口风暴 它是火炮开炮时 以炮口为中心点产生出的一个爆炸冲击波 这张美国海军爱河华号战略舰 在一次演习当中 九门主炮侧向骑射时的照片 把炮口风暴的威力呢 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你看到那片巨大的凹下去的海面了吗 那就是被球形的冲击波给挤下去的 在炮弹离开炮管之前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直在堵着后面的 由推进器燃烧后所产生的大量高压燃气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爆炸的威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啊 直到炮弹离开炮口 塞子没了 憋着一肚子气的高压燃气 才在瞬间喷涌而出 带着巨大的能量 以超音速的冲击波形式呢 迅速扩散开去 说到之处满目倡议 甚至通常情况下 它还会快过炮弹本身 以至于对炮弹的飞行动力学都还要产生影响呢 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啊 战略舰上的主炮呢 口径都无比巨大 可以想象 这样的炮口风暴就更加明显了 有记录显示啊 当年英国海军罗顿尼号战略舰 对战德国海军比斯麦号时 就因为自己主炮所带来的炮口风暴 对船体造成了不小的损坏 比如整艘战舰卫生间里面的水管都爆裂了 船手的甲板呢也破裂了 连很多地方的衡量呢都被证断了 多个仓式被淹 设备松动 家具也飞得到处都是 简直是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 怎么通过开炮来自己玩死自己啊 不过很奇葩的是 这种损坏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到 罗德尼号的战斗力 他竟然为英国海军击败比斯麦号 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然罗德尼号呢是个特例啊 因为他受到了吨位限制 所以船体用的钢板比较薄才会这么惨 其他的战略舰呢就要比他好多了 至少舰体本身并没有像他这样伤得这么深 但至于舰体上的其他东西嘛 就不好说了 美国的两艘战略舰 南达科塔号和华盛顿号 都曾经因为开炮时过于专注 游过马停在舰尾的水上飞机 给直接震到海里面的情况 而到了武藏号这里呢 他装的可是比美国人 口径更大的460毫米主炮 那肯定会带来强烈的多的炮口风暴 但到底又能强烈到哪呢 干脆做个实验好了 于是日本人就在1942年 武藏号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呢 进行了一次火炮试射 他们先是清空了整个甲板 然后在上面放上很多装有汉塔的笼子 在酒炮骑射之后 他们的眼前是这样一番惨烈的场景啊 一半的笼子被炮口风暴吹飞了 剩下一半的笼子里面 汉塔也是飞死机残 可见威力相当惊人啊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武藏号上的高射炮位都被设置成了 带有装甲板防护的全封闭式的 这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但是从1943年起 美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 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啊 日本人不得不见缝插针的 又在武藏号上 增设了很多座高射炮台 因为空间有限嘛 这个时候的装甲防护呢 就装不上了 那接下来在操作高炮的时候 要是主炮开火 岂不直接就暴露在了炮口风暴之下了吗 于是日本人又想了一招 在每个炮位上都安装一个开炮警报器 一旦警报拉响 高射炮手便要立刻撤回舰内 同时还不要忘了 把高射炮上的瞄准镜 一起拆下来带回去才行啊 1944年的10月24日呢 武藏号在第一次对天骑色烟花的时候 拉响的警报声响测全界 所有人于是都安全的躲起来了 但是第二次嘛 由于高炮射的震撼 哪里能够听得见什么警报声呢 于是上一秒还在激情万丈 下一秒就直接见了龙王 美军战斗机上的飞行员 估计也是吃了一大惊的 好了 这就是炮口风暴 舰炮有 坦克炮有 榴弹炮有 就连排击炮也是有的 你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呢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